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华府18日报道,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MTRAC一辆客运列车今天于美西时间上午在华盛顿州都邦市发生重大意外,根据福斯新闻网报道,至少已有3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网则报道至少有77人紧急送往医院。 事故地点在西雅图是南方,不过事故发生地的皮尔斯郡警长办公室则说他们尚未公布正式的伤亡人数统计,这列编号501的火车多截列车厢翻覆坠落到公路上,有些车厢悬挂在高速公路外,显向还生,不过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出事时公路上并没有车子经过避免了更惨重的伤亡。 美国总统川普下午2时在华府发表国家安全报告演说时,首先对火车翻覆造成的伤亡人员表示同情与哀悼,表示正在密切监控情势与地方当局协调,这也是美国基础建设需要更新的原因。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丁沙·Bella Dineser在美西时间中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们已派出一个由多位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前往杜邦市,预定今天下午或傍晚陆续抵达。 对于火车可能的出事原因,丁沙都已调查小组尚未抵达,无法提供正确资讯而未答复。 伤亡人数也必须由在地当区来回答。 目前多家媒体报道的数字并不相同。 这辆列车是在当地时间行,其一早上8点由卡科马出发。 这组列车是美铁青路线,满载时可搭载250名乘客。 事发当时,列车上共载有78名乘客及5名列车工作人员。 事发地点刚好位于5号洲际公路上,目前救难人员已封闭该路段进行抢救。 5号洲际公路是美国西部最重要的南北向交通动脉,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前往该路段。